最主要還是這個在整個貼服的過程以後 如果說有不舒服的時候 要馬上能夠停止反應 譬如說你這個會痛或皮膚有起泡 這樣的時候就要來停止 當然剛剛也有談過 包括飲食一些辛辣的東西 可能或者是比較像海鮮油炸類的東西 就不要去接觸這樣子 對不起 我有一個質疑 因為我曉得中醫都是辯證論治 而且每一個人的體質是不一樣的 有的中醫師他跟我討論到這個 他說這個辛辅貼的它的藥是屬於比較溫熱 所以說這種藥實質上是對於食含體質的人才適用 所以說在我們管大的這麼多的患者中 我們是不是只是針對食含體質的人 我們才替他貼這樣的三福貼 對 所以說我在想 這個不曉得怎麼去 請醫師怎麼樣去分辨 當然我們最主要我們在服務 三福貼最主要在服務的病患 還是屬於一種含性體質的 所以一般在整個的一個歸納上面 這種包括過敏的這種氣喘 過敏性鼻炎 意味性皮膚炎等等這些 或者是一些手腳冰冷 或者是吃了一些比較涼的東西 它就容易不舒服 容易拉肚子等等這些的話 我們都會比較強烈建議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壯正這個熱性體質的話 我們就不會去建議來貼服 像那個 秋希先生有帶你一個三福貼來 可以給我們看一下嗎 像你們平常就是這要用熱之後 還是說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目前做成所謂的藥丸或藥泥之後藥餅 那麼我們就可以直接做附貼 那不需要說再特別的加溫或是冰凍 不需要 因為它是以藥本身的藥性做刺激 而不在你是在什麼環境下用 那如果說像這個樣子 你們就是直接 它貼的穴位是在背後面這裡嗎 是 根據張璐的張式一通裡面 因為一開始它是認為呢 如果是一個寒笑 就是寒性哮喘 不是熱性哮喘 那麼就不需要去涌吐它的彈液 那麼 寒性哮喘其實它有一點類似像一個環解期 所以我們在貼的時候 它是主張是貼在我們的 背部頸部的所謂擺勞 頸擺勞穴 以及我們的肺魚 肺魚穴還有的高荒穴 就是說一般就覺得這些過敏是屬於比較 中醫的那種肺部 比較想像是肺部 肺炎的問題 對 所以你們都打在這裡 打多久 因為我看資料有的說 現在打一兩點間 有的說要打四點間到六點間 你們通常都是 張式一通裡面的說法 我是要引用的 這是一個專家經驗 即便是清朝人 這還是他的專家經驗 在我們的醫學證據等級是第五級 那麼他的說法是認為說 應該貼到麻毛疼痛 有刺痛感 而且還要再多留三柱香 那麼我們不知道清朝的香到底多少 但是原則上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你騎水泡不容易照顧 所以我們會跟病人做外交工 你如果開始有刺痛感了 那你就不要勉強了 因為有刺痛感 它的效果會出來了 如果沒有刺痛感 也等於沒效 但是騎水泡的話 效果更好 但問題是你會容忍你身體帶來一個水泡 對 因為你像我們剛才說說 有人 infect了 有人 好撐傘 什麼 primary 有人怕 熱澡 是不是水泡破掉 會不會感染 有像你們就說 有人相信你說 要打到 곳 要胡思想 有消化 效果較好 但是有的人很緊張 中醫有一個講法 尤其是在灸的時候 在整個點擊上面 有談到所謂的揪瘡必效 也就是說它有一點 傷害性的一個程度出來以後 它的效果是可能會最好 但是不能太嚴重 所以譬如說我們現在 在現代醫學裡面 它也有用所謂的自己的血 在我們的皮下一個注射 這樣造成一個刺激 讓它整個的一個免疫系統的激活 我看這個是可以共通的 那我們這個 最主要我們這種三弩貼 是一種添灸 也是一種冷灸 並不需要加熱 譬如說我們把我們的辣椒糕 把它剪成圓塊的話 也不要加熱也可以來貼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剛剛我是認為說 有的人貼了一個沙瓣帕 半小時以後 把它撕下來以後 整個它就很嚴重的有過敏 有的貼上了一天 好像還可以 所以你們貼的時候 會不會請那個 就是說病人會不會問他說 你他的皮膚是不是過敏體質 或者說自己他可以先在家裡 先測試看 到底自己對這個 他又不會去那個什麼 有的都會去那個腥瓣 這是必須要詢問的 對他的體質我們要去瞭解 這個病人他是不是一個比較過敏性的 或者是比較敏感性的 那這個在我們試診當中 網文文獻裡面 我們這個資料上面 我們都會做一個蒐集 那那個崔醫師 在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什麼東西不能吃 因為很多人講說 聽起來你如果我三福貼貼了之後 我人更熱了 那如果還有很多東西不能吃 就是冷水澡不能洗 冷飲不能喝的話 那豈不是更難過 我們現在的飲食裡面 那麼屬於所謂比較冷 因為夏天一定有熱性水果 和冷汗性水果會出現 那麼尤其有一些水果 它現在已經不分食鹼 你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一般民眾當然會 挑好的東西吃 那麼所以像瓜類 水果類只要含那個瓜字 都比較偏含 西瓜 對 西瓜 哈密瓜嗎 甜的 甜的 奶雞嗎 對 奶雞 這一類的部分它有一些 它是屬於高糖分 果糖 那麼高果糖 其實在中醫來講 糖類會讓乾令人滿 會讓人容易飽足感 可是它容易讓脾胃生糖 所以在雞痰 雞絲的情況之下 如果一到冬天沒有辦法暈化 那麼它就會成為內痰化熱 因為我就是也有看了一些資料 他說在這段貼三服貼的時間 也不鼓勵去游泳嗎 這個我想到不需要太過於去強調說 游泳它到底要不要禁絕 基本上是這樣 我會建議說 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的身體的體能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不要勉強去游泳 你要去游泳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身心是比較愉快 比較健康 而不是疲累感的時候 才說我去運動一下 看身體力比較會賣 不要這樣 這樣的動作是危險的 至於說這樣子跟體質上有沒有關聯 是有關聯 因為你氣在虛耗的情況下去接觸冷水 你的敏感度會越來越強 也就是說你提早讓你的身體 進入冬天的狀況 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也再來再強調一下 其實我常常碰到 比如說有人問我說 她那個孩子已經貼了兩年了 但是她覺得說 這個效果好像沒有很明顯 這是今年第三年 不知道還要不要讓她去貼 那個對 我們要蔡醫師順便跟我們講 是一定要在那幾天嗎 比如說像接下來 二福天是7月29 還是說她前後那段時間都可以去貼 原則上我們是以點擊文獻上面的一個記載 是應該選擇那幾天 就是在我們的這些傳統醫學裡面 所謂的理論這個立法 這個再走 就是那幾天是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那不方便的時候 前後我們都還可以 也就是說前後差不多三四天 也都還可以 當然兩年下來沒有說很好的一個效果 當然可以再做進一步的這個治療 那在剛剛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在這段期間貼了以後能不能游泳 我是覺得說如果有傷口的話 有起泡這樣的話 就當然是絕對不要去游泳 那如果像是這樣子 那也有人我們也有同事 他跟他的孩子他一家都過敏 那他們去貼了 就覺得好像是 小孩的效果比較好 大人好像看比較不出來 是啊 所以剛剛我有談到說 一個病程比較短的 或者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小孩子 他的這個效果可能是這樣的一個介入 他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比較一個遠程的 人家說病程比較沉的 比較老苦的 整個的一個治療過程 他效果可能是就沒有那麼的好 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人說在中醫治過敏這一段時間 三伏貼當然是很不錯 那其實也有人說其實除了這三伏貼之外 有人他又開一些藥堂是不是 也可以幫忙一起治過敏 好的那樣效果 這個除了外治法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